就是拿台灣優良品牌獎 供應事業中油公司首次獲獎了 中油說要用最優良的服務 來回饋給消費者 中油執行長從蕭副總統手中 接過獎座 滿臉的效益藏不住 因為經濟部特別舉辦 第三屆台灣商業優良品牌表揚大會 獲獎的企業一共有14家 不過得獎的供應事業只有中油 這一次獲獎最主要是 供應事業來講 我們是第一個獲獎 再來主要是我們的顧客 對我們中油的熱情的支持跟愛護 還有我們全體同仁64年來 大家都在自己崗位上 努力了一個工作的一個成果 中油雖然身為供應事業 但不以老大哥的心態自居 因為在油品市場自由化後 競爭之激烈 只能以顧客需求為依歸 創造品牌下值 我們現在有推動了一個職業式造年 我們都在做 還有就是比如講說 對那個弱勢團體 我們也在做 不管在那個環境上 或者社會公益上 我們中油都已經 過去都已經在做這一方面的工作 中油強調 能夠從眾多優秀的台灣企業中脫穎而出 靠了就是服務態度上的改變 與對社會的關懷 期望成為一個永續經營的台灣品牌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